在電腦 亦都有一副太陽眼鏡等 警方說 翻看閉路電視天段 發現林子健報稱的秘魯就經過 和調查友出入 亦都相信他自己搭車 安全離開了事發的地區 他涉嫌已虛假資料 令警務人員被捕 暫時我們的資料顯示 都是沒有他所說的一些 被人推上車的一些案件發生 當然這個是我們會繼續調查 他的行蹤並不是他跟我們所說的一些行蹤 所以我們相信他被我們知道是虛假的 而虛稱被非法禁錮 是一個很嚴重的罪行 不單是嚴重浪費警力 亦都引起不必要市民的恐慌 我對此行為亦都強烈寓意譴責 估計是四點多 那我就走過一個街口 然後有兩個講國語的人夾著我 一人一邊 林子健上星期四 報稱被人擄走和嘔打 傳真社報道說收集到多段案發地點 也就是油麻地波山浦附近閉路電視的片段 發現林子健當日下午大約五點半之後 離開了波山浦 和他報稱的時間遲了大約一個小時 當時他穿著黑色衣服 深藍色的短褲 背著一個深色背包 穿黑色白底的波鞋 走路仔細情內八字 大約兩分鐘之後 在另一部閉路電視拍攝到 一個衣著和林子健相近 但戴上了CAT帽和口罩的男人 沿著波蘭街向壁街方向前進 去到壁街的時候 他過馬路去了對面的行人路 再回去走美頓街 轉入微敦道方向 全程大約三分鐘 期間那個男人都是自己一個 沒有看到有人被人擄走 這個路線和林子健之前聲稱 走去壁街港鐵站方向的時候被人擄走 又出人 在林子健被捕之前 他家裏沒有人應援 他回應部分傳媒查詢的時候 否認是騙斷中人 強調自己事發的時候 沒有戴口罩和沒有戴帽 至於事發時間有出入 他說不意外 因為事發的時候 他沒有留意到時間 他形容事件匪夷所思 有蒙滅成分 而當日陪和林子健開記者會的 民主黨李柱銘、何俊仁和林卓廷 暫時未能夠聯絡到 無線電視機者陳良坤報導 北韓潮中射報導 北韓領袖金正恩聽取了軍方報告 有關瞄準關島附近海域發射導彈方案 報導說 金正恩星期一到軍方司令部視察 聽取相關射導彈方案的報告 警告美國如果繼續輕舉妄動 將會作出重大決策 要求軍方隨時後命 美國總統特朗普之前警告北韓 如果再威脅美國 將會面臨前所未見的怒火 北韓人民軍當時立即反駁 說正是審慎考慮 以火星12型彈道導彈 攻擊設有美軍基地的關島 又說只要金正恩一聲令下 就能夠隨時付諸實行 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 星期一警告北韓 攻擊美國本土會迅速擊發成戰爭 美軍會擊落針對關島導彈 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 指示貿易代表處研究 是否對中國展開貿易調查 中國外交部批評 美方打貿易戰只會造成雙說 特朗普中斷在新澤西州的優價 星期一返回華盛頓 就中國被指侵犯知識產權 和強迫技術轉移等問題簽署行政命令 指示貿易代表萊特希澤 研究是否對中國展開貿易調查 他説身為總統有責任保護美國的科技和工業 內特希澤可以考慮多久決定是否啟動調查 並沒有期限 一旦他決定調查 據報將會動用美國1974年貿易法案301條款 賦予總統權力 單方面實施關稅等貿易限制 以保護美國經濟和勞工權益 美方到時可以尋求透過或者繞過世界貿易組織 實施貿易報復措施等的制裁 而調查並沒有時限 或者可以長達一年 特朗普說簽署行政命令只是第一步 雖然有美國官員強調 特朗普並不是想透過今次的舉動 就北韓問題向中國施壓 但是《中國日報》星期一刊出的文章 就認為兩者有關聯 在北京外交部早前批評美方的計劃等同打貿易戰 只會令到大家都變成輸家 把一個問題作為在另外一個問題上施壓的工具顯然是不合適的 打貿易戰沒有前途沒有贏家只會雙輸 華春瑩呼籲美方應該加強合作 無線電視記者陳雅正報導 西非國家塞拉利昂首都弗里頓連場暴雨 引發洪水氾濫和泥石流 超過300人死亡 弗里頓多條街道嚴重水浸變成急流 河島兩層房屋和橋樑損毀 部分地區被洪水圍軍 將盟等待救援 弗里頓星期一落大雨導致山洪暴發 多著發生山地傾瀉 掩埋山下的房屋 當局要派軍隊守舊 大群死傷者送到醫院 也令醫院不勝負荷 由於事發在夜晚 很多人正在睡覺 導致多人被撥埋 當局估計死亡人數不可能增加 載據道路也被山城阻塞 救援進度緩慢 河島很多貧困的地區接近岸邊 加上城市規劃不完善 排水系統欠階 雨季經常發生水浸和泥石流 威脅市民安全 武士迪士記者等現在報導 有 美國聯署局有主席官員認為 今年仍然有機會再加息一次 美元會加受補償款支持 稍後回來還會有交通消息 金...金粥花生油 選了新鮮 金粥花生油 濃香又健康 金粥花生油 濃香又健康 金粥花生油 金粥花生油 濃香又健康 職業安全 耳察萬全 飲食業工友 使用刀具及機器 要小心及專心些 地面要保持乾爽清潔 運送滾熱的食物時 要提醒旁人 資料由職業安全健康局帶給你 從今日起 你有愛惜生命 一切未定 但我對你尊敬 投入地唱歌聲 感應被愛熱情 來伴我願意真心勤定 你的心聲 愛生命 香港雜馬尼亞房地自殺會 二十四 小時 求在熱線 二生八九 二二二二 廚餘是很有用的手機之餘 世界很少被分類和收善用 我們可以把每樣的物料 盡量去用盡它 世界房地有很多的秘密 其實都還在喊我 不要因為我們失禮的 尤其很容易就不珍惜它們 第一步 你先不要浪費錢 不相信你啊 好浪費 快點你和我們一起 熟悉香港的廚餘吧 好浪費 告訴你 強積金供款 最低有關入息水平 已經提升至七千一百元 固域的每月收入 低這個水平 不需要為強積金供款 自顧人士都一樣 雇主就要繼續供雇主的部分 記得計額供款額啊 如果你的每月收入 在這個水平或以上 就不受影響 有疑問就聯絡 不需要受託人 或是職金供 還有媽媽超開心啊 爸爸 但臭仔就搞到我頭都大了 幸好有僱員在培訓局 陪月一站服務 哈哈 他們的培月員都是臭仔專家 教會我很多臭BB的技巧 又幫我安排好坐月餐單 我和老公的壓力少了 發夢都懂得少啦 服務還免行徵費 就遲些用他們的應有照顧服務 perfect 咦 立刻來了 你們打招有力的 投資又會 賺錢為虧 聖聖飛機 是謹慎而行之爭 想買投資產品 先要了解它的特性 考慮潛載回報 還要考慮潛載風險 因著虧了錢 就算聽到專業意見 你自己都有責任了解多些 投資前問清楚 想清楚 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 不了解的產品 就別投資啦 流行性感冒是由飛沫傳播 預防流感要打開窗戶 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注意個人和環境衛生 勤洗手 打黑癡和咳嗽時 要用紙巾掩住口鼻 有呼吸度感染病徵 就要戴上口罩 病情持續或惡化 就要看醫生 為了保護你和家人 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 互互健康又開心 快去旅行了 準備行禮了嗎 準備好了 衣服都收拾 盡量到這個玩具 開會文件 收拾齊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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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競爭對手合謀偉標是犯法的 競爭事務委員會會全力打擊偉標 維護公平競爭 保障大家的權益 舉報偉標 喂 在你身邊十年 你試過認真看看我嗎 我快到了 我是你將十年期駕駛執照 今年看有幾十萬人的駕駛執照要促力 美國聯儲局有主要官員預計 今年仍然有機會再加息一次 又認為國家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科欣 是下任主席合理人選 美國上個月通脹差過預期 市場質疑美國今年能否再加息 彭博統計利率期貨顯示 交易員平均預計12月交息機會不夠三成七 被外界認為和聯儲局主席耶倫關係密切 在議席時有決策權的紐約聯儲銀行行長杜德利 在接受美聯社訪問時表明 美國經濟增長勢頭未變 勞工市場繼續改善 新潮會因而加快上升 因而推動通脹實現聯儲局百分之二的目標 只要經濟發展符合預期 今年仍然有空間再加息一次 投資者普遍預計 聯儲局下個月會宣布縮減資產負債表 道德來重新會短期內實現 外界亦已收到相關訊息 相信不會導致市場大幅波動 預計五年後 資產負債表規模會縮減到25,000億至35,000億美元 又暗時若果政府觸及債務上限 聯儲局可以先宣布再押後開始行動的時間 所以問題不大 他又說資產價格和實體經濟表現一致 毋須擔心資產普末的問題 總統特朗普早前公開說 除了考慮給明年二月陰期間滿的耶倫連任之外 國家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科欣 亦是接任聯儲局主席人選之一 同樣出身懷疑街頭行高盛的道德利 罕有表態認為他是合理的人選 因為科欣對金融市場有深入了解 雖然對方沒有經濟博士學歸 但官員背景多元化對聯儲局工作都很重要 他又強調特朗普政府未有干預聯儲局的決策 亦無疑將貨幣政策政治化 無線電視記者陸子旗報道 紐約股市連續第二個交易日上升 受北韓地緣政治緊張港溫所支持 杜瓊市工業平均指數升135點 報二萬一千九百九十三點 比準好意五百指數升二十四點 報二千四百六十五點 美國主要官員低調處理即時對北韓開戰的可能 投資者對風險資產的興趣因此而增加 未股受支持 金融股和科技股受追捧 帶動三項主要指數連續第二個交易日上升 標誤五百指數升一百分 道指二全日最低開出曾經升到二萬二千點水平 中段時間最多升近一百百十一點 收市升幅收窄到百分之零點六 信用卡機構Visa的股價升百分之一點七 是升幅最大道指成份股 科技股方面 民國公司升百分之一點五 社交媒體Snapchat的母公司Snap 升近百分之六點五 阿里巴巴升百分之一點九 銀斯特克指數 收市部六千三百四十點 升百十三點 升幅百分之一點三 保鮮電視機者入家費報道 在美國買賣的港股月托證券 和本港收市比較做間貨別發展 匯豐控股收市折合75.3毫半 美換港收市跌一毫五千 中國移動87.7毫三升兩毫八千 中國石油股份4.9毫一跌四千 中國海洋石油8.6毫半跌六千 中國石油化工5.8毫半跌一千 騰訊控股325.6毫一升1.6毫一 中國人壽23.8毫二升1毫七千 長和101.8毫四跌一毫六千 港交所213.6升4 聯想集團4.7毫一沒有升跌 日經平均指數升185點 補19722點 美元對主要貨幣匯價回升 美匯指數升0.4% 美國和北韓關係緊張降溫 投資者避險意識亦下跌 美元受補儲盤支持 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杜德利說 經濟發展如果符合預期 它會贊成今年再加息 以及美股上升亦利好美元 美元對瑞士佛郎升1.1%左右 是接近三星期以來的最大升幅 美元對日元上星期跌至八星期以來的低位之後 亦反彈 太低美元匯價對日元110.02 英鎊1.2966 瑞士佛郎0.9727 歐元1.1779 加元1.2726 澳元0.7861 港元7.821 轉太港元匯價對日元7.1068 歐元9.2139 英鎊10.1399 瑞士佛郎8.038 加拿大元6.1442 澳元6.1472 瑞士蘭元5.7116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51 加拿大暗示 美國如果尋求廢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中 一項排解9分機制 加拿大便可能會退出談判 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會在星期三開始 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加拿大在談判前擺出強硬態度 表明反對美國計劃 廢除一項排解9分機制 外交部長弗里蘭說 加拿大將會維護協定中 符合加拿大國家利益的元素 包括確保反傾銷和反補貼稅 只會在真正合理的情況下 公平徵修的一項程序 他指出加拿大在1987年亦因為同一個議題 退出和美國的雙邊貿易談判 又說加拿大政府現在的態度 將會同樣堅決 金價由兩個月價高位回落 美國和北韓緊張局勢降溫 避險資金流出金市 美元上升亦利淡金價 紐約期金每盎司跌3.6美元 以1,290.4美元收市 在4日以來第一次下跌 倫敦黃金賣出一部1,278.7美元 新天綠色銀元上半年盈利增長七成 股東應佔日利增至6億0100萬元人民幣 每股盈利16.19分 不派中期息 期內收入增加5.3 有32.21億元人民幣 另外,新天綠色銀元公佈 為了促進公司持續穩定發展 滿足新項目發展的資本金需求 優化資本結構 董事會決意通過啟動議定 首次公開發行A股項目的相關工作 看評價消息 英國倫敦地標大分中 下星期一展開4年的維修 中流大部分時間會停下 英國國會大分中這下鐘聲 過了當地下星期一的中午12點 就暫時不會再聽到 因為中流內部零件和4個鐘面都要收緝 檢查有沒有裂痕和清潔 去到2021年才會重新敲響 英國廣播公司對於大分中失聲相當頭痛 家欣公司在Iman電台新聞時段之前 都會播放大分中的鐘聲 在中流維修內 代替 啟用157年的大分中 過去都試過幾次失聲 但是今次會是失聲最長的一次 雖然是這樣 如果計劃這段期間去到倫敦 感受大分中聲響的氣氛 都不用失望 因為國會的職員說 中流在隨直等的大日子 仍然會響鐘 無線電視記者陳雅正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 多條通往旅遊熱點的道路 都設有車長10米或者11米的限制 除非在三個星期之前 申請禁區許可證 否則超限的車輛就會被檢控 但是近年的旅遊巴普遍車長超過11米 不少接坐學生或者本地團的旅遊巴 經常被抄牌 原來估計王貴的時候 整體每月要支付50萬元罰款 又說許可證申請繁複費時 很難和租車程序配合 而條例三十多年來都未改過 已經不合時宜 促請當局放寬限制 《大公報》報導 一項對本港家長的調查 除了發現不少家長自己覺得不成績之外 更加揭出管教子女三大通病 五乘四的受訪者擔心子女 不可以獨自解決問題 往往不敢放手 三乘九的受訪者為了令子女開心 盡量滿足她的要求 變成例外甚至縱容 四乘三受訪者就因為工作繁忙 很少陪伴子女 家校會形容已經到十分危險的地步 更加批評現金家長手機不離手 並沒有做好身教 明天方面 預測大致天情 上午局部地區有趙雨 日間酷熱 最高氣溫大約三十三度 最和換西南風 明天仍然酷熱 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的陽光 局部地區有趙雨 落到兩日準備 大約二十二度 再次解決 大約二十二度 那麼 兩日